市面上的女性生理期用品种类很多 除了规格大小不一样外 近年来台湾通过月亮杯法案 让女性在生理期时能够有新选择 然而在台湾使用的比例仍然不到5%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大多数人拒绝使用 但您一同了解 不适应会不舒服吧 怕有义务感 怕在外面不方便 因为很像要用手拿出来 就会脏脏着 任何一个使用的产品都会增加橄榄率 卫生棉酒放不换的话也会增加橄榄率 出门在外取出月亮杯时 可以先在厕所进行简单清洗 并且放进专用收纳盒中 等到家后再用沸水消毒 而专业医师也建议 可以先从棉条或是小尺寸的月亮杯开始使用 增加使用时的熟练度 你可以对折成一个锡形 之后再放置阴道里面 会落在这个子宫颈跟后穷龙的位置固定好 月亮杯会放在阴道后段无神经部分 因此不会产生异物感 另外市面上市售一个月亮杯约1500元 使用年限畅达5年以上 同样时间计算 卫生棉的花费却高大约14000元 产生的垃圾量相当可观 燃烧过程中也会产生许多有毒物质 因此除了经济实惠的考量外 今年环保意识抬头 让月亮杯成为女性生理其实的环保新选择 记者许玉敦李玉堂采访报导